完工 满棚 五棚 Yo大家好 欢迎回来 Otus My 6 我是Oliver 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呢 请记得订阅 Basic House 小伙伴的小铃铛 还有Vlog我们的IG YES 回来 今天呢 我又来介绍美食了 但是呢 今天呢 我是介绍古镜的美食 而且重点是什么 它是隐藏版的美食 这一间呢 它叫做德兰无散 它其实是一间酒店来的 然后呢 它的那个餐厅呢 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隐藏的 原住民美食 它这一间酒店的这个位置呢 是位于这个Seagood这里 我相信很多古镜的人都会知道 要不然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用Google map 就可以找到这个地方 德兰无散 因为呢 它本身是一间酒店来的 所以呢 很多人都忽略了它里面的餐厅 你想一下啦 怎么可能会有人呢 特地跑去一间酒店里面 然后去它的餐厅里面吃东西呢 对不对 所以呢 为什么它叫做隐藏版美食 啊 走 现在我们二话不多说 直接带大家进去 吃这个原住民的隐藏版美食 Let's go OK Alright 录像水俗的感觉 OMG 这个东西一定要有 YES 现在呢 我们的美食都已经上桌了 这个摆盘真的是太漂亮了 然后呢 重点是它还有布置 整个东西看起来都非常好吃 所以一站只上另外一个档次了 非常的有quality 好了今天呢 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个原住民产 它里面有包含了很多原住民的美食在里面 OK首先呢 这边呢 我们这边有四盘 那第一盘呢 这个叫 UMAI 这个UMAI呢 它用的鱼呢 是叫 Ikan Merah 红鱼 第二盘呢 第二盘这个叫做 Asam鱼 它用的这个鱼呢 叫做 Ikan Playa 那这一碗呢 相信大家应该都熟悉的 就是Beling Beling它炒咖喱 跟那个Ikan Bilis 这一碗呢 可能有些人会以为是Kachama 不是 它这个是竹筒鸡 这四样都是这里非常出名的菜色来的 OK 那 我忘了说 我们直接吃起来 那首先呢 我们当然要开胃的菜也好吗 所以我先吃这个鱼 嗯 先吃这个 Yes I'm interested in trying the Tuaq Tuaq Oh my No problem No problem Alright Yeah yeah Thank you Oh my god 还有Tuaq 你看 只要是原住民的美食啊 还是饮料啊 这里都有 太厉害了 那现在 我们就直接先吃这一个 因为非常的开胃 这一间呢 是我们第一次试吃 So 看是怎么样 来 直接配上饭 吃起来 酸酸辣辣的感觉 吃起来非常的开胃 I love it 我们再配上它的鱼肉 来 来来来 首先 它整个那个鱼肉啊 它有吸到那个汁 它那个味道会泡出来 它这个旁边那个酸辣的感觉 它有在那个鱼肉里面 然后鱼肉很嫩 然后还有 就是它的鱼肉呢 不会臭 我相信是因为啊 它这个煮的同时 它有吸到它那个汁 所以它整个鱼肉它不会臭 会有那个鱼腥味 嗯 好吃 这碗呢 5分的话 我会给它差不多 4.3分 不错 好吃 来接下去呢 我们也吃第二样 也是非常开胃的食物 就是这个 乌麦 记得吃乌麦之前 这个双缸一定要挤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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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吃啊 我还以为想说啊 本能到地木柄那边才会吃到那么好吃的乌麦 可是真的是吓到我这里的乌麦也是非常非常好吃 然后它的鱼肉很结实 它不是属于那种松松的鱼肉 就是吃它会花掉 它是那种咬劲 吃起来很特别 这个乌麦我会给它到4.5分 喜欢吃乌麦的人来到这间一定要点它的乌麦 真的好吃 只是它有一点点的偏辣一点 它的辣度比我之前吃的啦 会稍微辣一点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很棒 那接下去就是吃 先是这一个啦 吃菜 吃点菜 这个比里 这次我们每次我们华人煮法就是会放红酒嘛 对不对 这里他们是煮咖喱 配这个鱼干比里 看看它的这个搭配怎么样 这煮法我还是第一次吃 就它不会油腻 它有超过那个鱼干比里 所以它整个吃起来会有那个鱼干比里的香味在那边 重点是它有那个国旗沾 所以整体吃起来很好吃 我可以给它4.4 4.5 没有问题 OK 来 最后味道 这是他们的这个竹筒鸡 要配一下它的煎煎 炸它那个蒸蒸 很重要 来咯 哇很嫩 那个竹啊 竹的味道很重 很香 重点是它这个鸡肉很嫩 OMG这个好吃了 非常非常的入味 我跟你讲 今天我这样子吃啊 整个很下肚 非常的好吃 它这个汁 它是有一点咸 但是你配饭的话是OK的 非常OK 今天我给的这4道 我觉得都可以给到 它是要当高的分数 那这一碗的话我可以给它到4.6 那其实自从上一次我们再四五次了 那些Makbonio的国王 我真的非常喜欢吃原住民 他们的美食啦 真的是很特别 又特别的好吃 那最后咧 当然原住民的饮料 这一碗就像我们华人的YAMSEN对吧 YES 各位没有错 玩过吗 玩过 这个满分5分 好喝耶 这个段好喝 我喜欢 喝了过后整个人好有kick啊 所以德朗五三 这一间隐藏版美食 真的是必推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的好吃 所以古今当地的朋友 如果还没有来试过的话 一定要来试试看 非常的非常的推荐 要不然就是有15的朋友们呢 如果你们有来到古今的话 一定要来这边试试看 他们的这个原住民的美食 记得这一间 德朗五三 非常的棒 那今天的这个美食介绍呢 就暂时搞一段落了 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继续地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 分享 留言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